佛光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宗教组织,不同于一般社会团体,佛光会的功能是文化的、教育的、慈善的、羞耻的、法莱西亚、新加坡、汶莱、泰国、印尼协会秉持着佛光四大宗旨推动会晤、服务人群、阐阳人间佛教。 星云大师曾提到佛教在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与道德重整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佛光会同心协力一起光大佛教,成为三宝的护持者、文化的播种者、佛法的弘化者与大成的修行者,发挥国际性格、从事文化教育、扩大心胸、重视群我。 东南亚协会属下五个协会在文化教育中举办了各类的讲习会,教师祈福会、佛学与生活讲座、读书会、儿童与青年生活营、书时推广活动、监狱部教、考生祈福会等活动。 其中最为难得可贵的有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法家新马两地的佛光道场,也为会员及信徒传授活法,让在场的每一位获益良多。 东南亚各协会的佛光会员不分职业、种族、国籍、老少,在各地努力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然嫉妒众生不只是物质上的给予,更需要将文化深入各地,从教育根本净化心灵,把佛教本土化。 每年九皇斋期间,泰国曼谷文教中心及泰国协会各分会,携手制作大量素食餐盒送入社区,响应素食A计划。 秉持星云大师教育理念,印尼苏北协会也在道场设立佛光之子读书会,新加坡协会也持续护持慈爱三好幼稚园,让更多的学子有机会认识星云大师,认识人间佛教。 泰国协会把佛法本土化,举办泼水节传统交手礼,让会员在道场向家里长辈进行交水式,表示歉意并获长辈祝福。 马来西亚联合会承办人间姻缘全球争取比赛,这场盛会聚集全世界各地音乐人参与。 云水书方的构想来自创会会长星云大师,马来西亚第一台云水书方行动图书馆诞生后就多次驶入校园,汇集上千位学子。 东南亚佛光会本著生活教育重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重于公立教育,普及教育重于利己教育,自觉教育重于接受教育的方针,积极推展信众、社会、儿童等教育。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佛光山开山之初就把以慈善服务社会列为四大宗旨之一。 这些年来,在星云大师的领导及全体佛光人的耕耳下,佛光山慈善事业遍布全球各地,涵盖急难救助、灾害协助、云水医疗、生活补助、老人照顾、幼童福育等,以慈悲力量来推动人间佛教。 新加坡协会连同本地其他宗教团体一起,进行Black Things in Harmony起心协力献住户活动。 这是新加坡第一次七个宗教团体共同携手合作,跨越不同宗教、种族、语言、年龄,一起行善分发食粮、关爱、乐视、平均下地。 除了新加坡、印尼协会与泰国协会也在当地分发援助补助、帮助有需要的弱视群体。 除了关怀社区,佛光人也透过捐血与大众结缘、张贤本会慈善事业的多元面向,希望借此为血骨增加血液供应量、造福病患。 环保与新保、佛光人爱地球的心不可少,东南亚各协会在各地保护地球举办多次的净摊与植树活动,还原生态并平衡生态环境的发展。 汶莱协会举办30周年感恩慈善斋验帮助社区,把酬的款项捐赠汶莱社区三个慈善团体。 参与全球复输公益路跑,不仅能投入公益,也能透过推动蔬食,减缓地球暖化,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各协会邀请热爱运动的朋友,发挥群众的力量,扩住气候变迁及环境保护议题,在运动娱乐之余也能一起输出爱,让爱流转,持续相挺不间断。 马来西亚联合会多次举办无肉夜市,聚集马来西亚各品牌,有咸食、甜食等各种风味料理,及纯素用品推广,旨在颠覆荤食者对蔬食的想象。 提倡环保理念,希望能带动民众环保的理念,并例行实践在日常生活中。 泰国与马来西亚联合会多个协会都会定时举办潮山与国揭新来增进道新,折服我慢,消除业障。 法会是度众的方便,可以集有共修,增加内心的力量,促进彼此的联谊。 因此法会应该要有教育的意义,这其中包括如何培养正知正见,三世因果,业力报应,群我关系,怎样做信徒,怎么在家修行等,其教育意义更为重要。 玉林祈福礼让佛光宝宝做观音弃子女,入学礼祝福让孩子在教育上勇敢无畏,成年之礼扩展斜杠之旅,启动多元生活。 禅敬共修献灯法会殊胜庄严精进修持,三规五界增长信心与智慧,让信仰扎根。 僧宝节祈福修善禅月苏陀及共僧纳福。 适逢佛誕诞节,东南亚协会各国盛大庆祝,以道德人格、慈悲心、尊重他人等庄严的心态迎接佛誕的到来。 各道场以多元丰富的节目庆祝佛誕节,如各类比赛、精彩表演、素食意脉等来吸引人潮莫意不绝,各协会则发动会员到各地道场协助一切事宜。 为推广佛誕节并宣扬佛陀教法,印尼协会和马来西亚联合会都将御佛池带入校园,让师生共沾马席。 佛光人到幼儿园、小学及中学解说佛弹节的意义,并设立多个御佛池,让学生可以在校园内御佛。 佛光青年与佛光会也在佛弹前夕捧着太子到菜市场,公园及安老院云水御佛,推动三号运动。 经历了三年冠冰疫情的阴霾,马来西亚佛光山再次举办2023大马好,为国家祈愿祝导万人青年音乐会即三规伏节典礼盛会,为大马祈愿祝导,并以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鲁和剑马》,缅怀佛光山开山做事,星云大师。 除了与各国的协会联谊交流,东南亚各协会也为社区民众举办联谊活动,如送福道米家、新春联谊、中秋晚会等。 与会员之间的联谊交流不仅能让彼此更加了解,也对协会的会晤发展带来正面的效果,与社区的互动也将会让更多人认识佛光会,从而接引更多的大众加入新会员。 除此之外,会员们也在纵野飘香的端午佳节聚在一起,举办亲子活动及果粽子学习传统中华文化,度过一个意义非凡的端午节。